我不是对政府报过什么样的希望 我们就要去参加反而 那个地下系统什么的 就警告婚婚欠退这些学生 然后去要求有两个司机 季节我们大概说啊 不不啊没有啊 我们没来定好了 被人弄掉 然后呢 东海的教官就是这样干啊 打电话去警告那个学生啊 贴政的家长 打电话有贴政的家长 后来我们就化整围员上去啊 然后那一次我们知道 反而游行啊 那个会有那个震报的那个驱水啊 那我们以前 我们游行是连女儿 那个小小女儿在那边 狗小一年都会带上去啊 那一次呢 我们接着不行 所以冲水太那个力量太大 所以我们就跟小孩子讲说 那你这家 那家我们自己 这个是怕会有那个 这个有很不好的这些打架的 粗暴的情点发生啊 那我女儿很天真啊 就问说 有人会打人啊 他说很简单啊 就叫警察 我靠呀 一种说 就是警察打人啊 哈哈哈 然后我女儿呢 就 傻傻的 拧下来 哦 突然之间呢 他冒了一句话 那 那 那这样的政府 我们不要他 哈哈哈 你知道吗 小朋友 他知道 我们 我们说 是谁打人 是政府打人啊 他说这样的政府不要他 是什么 问题是 你说我会对什么 有 你怎么问我这么简单的 他问我说 那我为什么一直要有抗争运动 是因为我对政府还有抱着希望抗争运动 而只是这个事情不对 我们马上讲出来 那 诶 天底下的事情 不是只有你认为的问题 我自己想怎样 自己怎么样睡觉方式 都说 那是我乳濱素交流剂 我可以做啊 那我要结婚离后呢 那不一样啊 那几个牙膏的 有的时候 很多夫妻疑婚是因为尿尿 使用马桶盖的方式不同啊 对吧 两个人你就很拼 到三个人就要 开家庭会议 到跟隔壁 你一个垃圾桶 然后要放在这边 隔壁给你推过来一点 你让他推过来一点 你让他推过来一点 到了社区 一大堆啊 到了脸底 到了现成的一栏 每一个每一个不同的变数的时候 人要懂得所谓 在人际之间 人与社会之间 怎么样去调整这些 不是说 希望以后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那你要问的是什么 是不是说 人家突然说 在那呀 那里 都想去换 一起讲,我只是想要把麦克风拿给你,又不敢动这个 但是,后来是自己对植物啊,生态啊,这些学后才读到的 然后,也在里面读到说是怎样抗争,然后后来就建立了保护区,应该是保护区嘛 那也是开始进发,就是禁止发天然灵以后,又开始禁止把那个导墓移出来 把塞药出来,等等,所以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这些运动的背后,他还是有希望政府 有希望政府做一点改变,那不就是对政府还是保护区的希望 按照你的逻辑好,当然是吧,谢谢,是我们的政策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对政府怎样的希望 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当时整个开会你要知道怎样的 那整个官方请来的那一大堆写者占价 在整个民间跟他对上,其实就理论,就实际经验等等 其实大家是给我知识没有错啦,对话者是一乎只有一两个 我每天在应对的,报纸那边打过来什么样的 我隔天马上又有新的东西打过去啦 我还记得有一个东海的那个所谓的教授 还在行在报章,他是骂我说,你看 你看,连一个红筷在台湾有多少年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有资格缓这个提来什么 他写的这,红筷跟北部在台湾已经超过有一千万年了 因为他是跟基以前的那个错误的这个,就说很理督 我只要写一句话,他就死了很难看啦 一千万年前台湾有快木暗的海玲龙井 因为他连地梯变迁当时都不明白 台湾的邪术研究在过去五十年一直弄错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 到现在没有人敢讲 大家只是默默的承认这样而已 因为以前是研究地下岩层里面的花魂 那岩层有年代,那岩层的年代 比如说一亿年前,这个岩层有什么花魂有什么植物就写出来了 对吧,因为花魂就是树上掉下来才可能啊 所以他就说,一亿年前台湾有什么什么东西 他附列掉一个最简单的事 那个岩层形成是在海底 那个花魂是从中国当日 从喜马拉雅山地这样流过来 靠岩,他把那个东西弄到台湾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 一直延续下来 那我就隔天把他打过去啊,打过来 反正这种应对的这个 你一天甚至于我可以 在运动的时候 甚至于在有释迦报时 同一天看出我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结果 然后跟他们这种打比战啊 那一个应对那么多啊 你要知道喔 一边去台大离台大召开 喔,三四百个,整个灵业界 要一个拼他们三四百 喔,那打甘烈家 但是呢,他们事后就跟我说 陈老师我们知道你讲的对啦 不过你们的灵爱要骂人 我们就没有办法赞同你了 其实那个都是托子 都是托子的 为什么,什么理由 太简单了,这个也不用我讲 那那个时候,政府是在那开花 我就会比较平坦的 然后,他们那种当场 你两千年嘛 我记得那一次的会议就是说 已经到两千年了 我已经到,觉得已经到 喔,中途要臭干脚出来 你要知道,千万大家记得 要从事公义正义的抗生 特别是弱势者 第一个,要保持心情一贯 尽量让对方激怒对方 千万不要自己 否则你绝对输 第二,你一定要长寿百 长命百贵 否则你看不到成果 要从事抗争 尽量把对方激怒自己 要谈笑的用兵 所以,后来 但是,在台大的打仗那一次 就在精进会那一次 那个才激烈 那整个他们前面 都是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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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皇后派 我走在那里面见到尾了 真的出来,我是想到那种嘴脸 我就看到那种嘴脸 因为你要坦白讲 我就是因为不喜欢跟那个夹夹的 或者是细胃的 或者是那种尖摔磕头 或者是小头锐面 你去想 我的底下的环境 我的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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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为了抗争 你不得不在那里 然后他们因为 他们夹带着所有的优势 占尽一切好处 对护你这个期待 主持人竟然说 那你要拿出正记来 他这样砍住 会造成这个伤害 我靠腰啊 拿刀子杀人会死 你要去证明 我要先杀一个才能够 证明说这个杀人会死 这是其有事 你要开花的人 你不去证明说 我这样开花 对这个环境不会有伤害 你去要求环保团体 你要证明他开花 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整个逻辑到今天 还是这个样子 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真的 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嘴脸 看到那种占尽好处 那种真的夭壽 那些人就 然后我又想到 在山上的那种快速还好 那一次开完会以后 我几乎是下定一个离死磚 我放弃都是第一倍 然后呢 我打算做最后的 就是抗争的 那个两天 就下来 我记得很清楚 到了 台北公路东站 那个时候还没有地下化的 台北公路东站 那个公路东站 那个是用外面是用瓷砖 一块小块小块石砖 好绿色的 我走到那边 搭那个公车来 心里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靠在那边 就想要呕吐 因为想到那些脸的嘴脸 我真的就吐出来 那吐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 眼角就看过去 那个整个忠孝东路 车如流水 马如龙 床床的摩天大楼之间 一片的这种 我告诉你 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 我是台湾最后的孤魂野鬼 下来 跑整个东南部 南部 尤其南部 台中我是放弃的 到南部去 一个一个学校演讲 拜托你们上来 上街头 自己出来演讲 有一天赶了一三场演讲 到晚上两点钟 从经过院朝 经过那个夜市街 夜市街到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有很多引路 现在台湾几乎没有引路了 我不要拔 没有入水 那个引路笼罩过来 怎样呢 我一直很疼 开车 那个夜市街那种紧 然后那个引路过来 让我感觉到 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封都鬼界 我这停车下来 问我自己 几千里路所为何而来 跑跑跑 然后再上去 然后再运动过去 有一个最大的痛 我不能讲 不是不能讲 我想不必要讲 就是凯撒怎么死的那一种 那在那个场合里面 我就发现到 最后呢 我心里在想 好 如果 我一直在讲 我就直接讲出来 要事实要上街头的 那当天很大 再施大 那个 我就说 如果 这个新政权 真的最后结果 我这个运动没有结果 又继续抗住 那我打算 我这个七格 要做最后圣灵价值利用 我就拿着七额筒 到中通五或者七栏 当我讲这个事 讲出来的时候 就是电话 有一个记者在问我 我就说 我也这样说 我就打算拿着七额筒 到中通五或者七栏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记者好高兴 有一个中国时报 一个老记者叫林兆真 才出了很多那个 真的啊 陈老师你真的啊 如果你要做的话 第一个告诉我 这样才能抢筋头啊 我告诉你这个不稀奇啦 这只是这样 这就是当年在 然后 在立法院 没有很多的折冲 这个是有一天 这个叫什么 这个立法院 已经跑去中国了 后来有什么去探勤的 反正中国 不想 当年我这个 这个是林兆末 这个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犯定律 我这些是新党 那些是新党 因为那个时候 闹得很大 然后呢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什么公平 人家要 讲这些什么 那个时候 沉定 哦 好来 陈老师 你怎么跟他 他那个人就是 是非婚离 你知道 我们这个 这个沉定男时代 真的是台湾政治史上的一个 很好玩的怪他 你知道这个人吗 知道 这个人 这个人 顾摸到什么程度 他真的是 连结到所谓的固立 但这个固立 应该是 好的正面的一个 好 我讲一两个部分 这个人 这个人 有趣的 这个人